大家好 相信最近大家對這個疫情的問題非常關注 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消毒用品 市面上已經有很多消毒用品和清潔用品一掃而空 幸好本人之前都比較注重個人環境的衛生問題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有用這個消毒產品 就是AI Defender 它的抗菌理念在市面上是比較新穎的 所以朋友都會在網上問我其實它有什麼特別 它怎樣用 我今天一集跟大家解答一下 我看到有位A朋友問我 Aer Defender和普通的消毒噴霧有什麼分別 Aer Defender和普通的消毒噴霧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裡面其實是沒有酒精的 也都沒有化學的物質在裡面 那究竟它怎樣去抗菌或者抗菌 Aer Defender它所選用的量子光觸媒 它是噴在物件上面或者手部上面 它會形成一個薄薄的保護膜 當空氣中或者物件中的細菌 接觸了Aer Defender就會產生生生物理的作用 令到細胞可以極速氧化 破壞它的細胞膜直至它不能繁殖 最終死亡 有個朋友B就問到 除了噴在手上 那還可以噴在哪裡呢 它的用途其實十分之廣泛 除了可以噴在手部做抗菌的作用之外 平時我們用開的生活用品其實都可以用到 例如鞋可以防臭 譬如我們平時最貼身的衣物或者是皮單 皮鋪其實都可以噴 還有一樣東西是要噴的就是洗面筋 抹手布 因為這些毛巾是細菌的隱藏點 它們最喜歡爛在那裏 噴一噴就會很安心用 現在就回答噴有C的問題 噴完可以維持多久啊 如果你是用Air Defender噴在手上抗菌 它最高就可以維持10小時 就算你洗完手或者用洗手液 完全都不會減少它的效果 如果你噴在物件上面 可以持續維持到48小時 其實這支東西我現在都很輕便地攜帶在身上 我通常出門口或者在街上 洗完手之後我都會噴一噴它 只要噴在手上 最好就是這樣噴在表面 然後我就會搓搓它 這樣已經可以做到一個手部抗菌作用 還有電話 因為電話長期都要貼在自己的機庫上 電話有時候都會碰到口罩表面 細菌進入皮膚或者不小心碰到眼 鼻或者口 其實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通常會離遠一點 將Air Defender噴在手上 後面也要的 等10秒之後 就可以用紙巾印一印 其實電話就非常安全 希望可以將Air Defender的資訊帶給大家 如果大家對於這產品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會再回覆你 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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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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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